阿葵 怎麼問你這麼愁аж ? 在廣府話 裡面有很多關於 ometers字的粵語著語 譬如給我形容很孝順 就叫做 muito孝順 muito孝順 muito孝 其實是古人24種孝順的行為 就叫做二四孝 你會覺得我說Jason 阿葵還是yet 在廣東還有一味涼茶 很健效的叫做 夜四味 其實就是24種中藥煲出來的涼茶 涼到夜四 就是形容胡說八度的意思 為什麼是亂說二十四不是亂說二十三? 先說一下這個延 普通話讀念 粵語讀的 夜 夜 也可以讀念 就是二十的合讀 而讀成了 夜 夜 但這個古音其實是讀入的 讀成廿夜,有可能不是这个字,有可能只不过是刚巧,也是二十的意思,所以干脆将它讀成廿夜 至于这个廿字又怎样得例呢?两树下面一环再用一环连在一起,一树就为之一十,两树就等于二十,这个就是廿字的由来 至于乱喉二十四又怎样呢?这里的二十四是指二十四味中草药,以前的中草药都是这里喉下那里喉下,喉喉买卖卖就是一副良药 有的血后语生草药,喉得就喉,喉和喉又是同音,乱喉又是乱喉,所以形容人胡说八道就说成乱喉二十四 那除了将二十叫做廿或者夜之外,三十就叫做三十的了,譬如说三十岁就叫做? 我现在讲三十四个 那年三十晚就叫做? 年三十晚,我现在年三十晚就做团了 那什么时候打拼餐的呢? 夜三啊,夜三打拼餐 那三十六计,酒为尚计,你就讲成? 三十六计,酒为尚计 给三十一元你,给三十一元你哦 那三树余佳环,这个字普通话读沙,粤语读沙,其实就是三十的意思 那在建国之前,在几年或者记数方面就很惯用到这个沙字了 那譬如说历史上,上海著名的五沙惨案就发生在1925年5月30日 那五沙指的就是5月30日的意思 那至于沙字又怎样得来呢? 那看回它的古字形,沙就好像个山字 一横三树,一树就代表十,那三树就自然三十 在说文解词里面有解释到沙,三十并也 那既然一树为十,那再加多一树就是四十了 那这个字普通话读沙,粤语读沙 不过平时我们是这样说的 四十四,更小的 那四十元你就叫做? 四十元了 七七四十九你就叫做? 七七四十九了 其实将四十说快点,就变成舍了 你可以试一下 四十四十四四四四四四四,是不是? 舍字除了是四十的意思之外 还有一个识意是 插分爬 即是分叉 不过分叉 这件事广东人是怎样说的呢? 留言告诉我便知道 可能古人做这个字的时候觉得 舍字真的好像分叉 所以就加多了分叉的二行 舍字其实就是由两个 也字合并在一起,就为了舍字 二十就叫做 三十就叫做 四十就叫做 除了这些中文代用字之外 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到十的大写 有时候写单句便会用不到了 那这个就是一字的大写 看起身就像一个水壶 水壶是不漏水的 所以引申为专一统一的意思 那这个一字也可以用逐性时的 听说有些想学粤语的朋友 经常撈乱一和二的发音 我试读一下 一、二、一还一、二还二 不要撈乱 那这个字就是二字的大写 亦都有变捷背叛的意思 有人拿出二分前和现在新版的二十元来对比 发觉两个二字写法不同 难道是错版?那不是发弹? 其实两个二字都是正确的 只不过是看字简化之后 将二简化成二 背简化成背 之所以古人在文书上 习惯用这些大写 是因为防止人家加多了一笔 两笔去改成不同的字 不同的意思 那如果写成大写 你想怎样改都改不了 那这个字就是三字的大写 看起身好像参字 和参字也是相通的 但是如果表示三字的大写 都是写分下面三横齐的三 如果是表示参加 都是用三撇的参 虽然是相通 但是不要弄乱用 至于四字的大写就是放肆的试 这个试字是有报层展放的意思 引申为放肆的意思 还有店铺的意思 例如一些饮食的地方 就会叫做食肆 尤其是香港人很惯用到食肆这个词汇 而五字的大写就加多了企人边 企人边是表示人群的单位 五就表示限定的人数 所以五字又引申出特定人数单位的意思 五个人就构成了一个集体 多数用于军队 例如入五落五 五字还可以用作姓氏的五姓 在广东就最多姓五 但是这个五字我们是这样发音的 这就是六字的大写 可以是表示绿地的意思 亦都是六字的大写 亦都可以表示姓字 六姓 六姓在两广地区就很常见 这个字是七字的大写 和右七的七字是相通的 亦都是七字的俗写 所以有陶七七木的意思 八字的大写就是提手旁家的别字 八字在古时候是一种用来掃谷无耻的耙 作动词的时候还有分开的意思 所以有个提手旁在 九字的大写和玫瑰的梅字真的生得好似 玫瑰的梅字那一蜊是有穿过去的 而九字那一蜊是没有穿的 不要撈乱了 九字除了指九的大写之外 还指一种好像玉器一样黑色的尾石 至于十字的大写就是提手旁收十的十 十字的本意是指用手执起的意思 所以有个提手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那这些大写总要懂的 因为在生活上总会用得到 到最后解答上一期的问题 两座山就是出字 亦都可以是新字 新字亦都是二山的意思 那今期的问题是 哦 过了山真的很标青 标青是什么意思呢 知道的话留个言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